画面可以看到一辆灰色休旅车通路口后 突然偏离车道往右冲撞路旁 推着婴儿车的行人 那么一名行人被撞得腾又弹起 在帅落撞击一旁的桥蹲 那么这里冲撞车祸呢 包括休旅车内的驾驶以及乘客 一共造成9人受伤送医 那先听一下稍早访问 经警官调查 自小客车驾驶9车子为0 详细造势原因 送加农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离你因负载乘客5名 违反大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0条第1项第4款 储新台币3000年以上 18000年以上的花环 好这期意外呢 发生在23号下午4点多 当时53岁的黄姓夫人 和29岁的女儿30岁的女婿 行进台中雾风干溪桥时 被迎面而来的休旅车给撞飞 那么意外来的突然 幸好妈妈机警赶紧把婴儿车推开 向南婴才没有受伤 但黄姓夫人呢 伤势严重 左手骨折 颜面开放性挫伤 赖姓女婿呢 双脚也开放性骨折 头部重创 目前人在医院治疗当中 至于就是了 李姓女驾驶和男友 以及4名小孩 均轻伤送医 而警方到场呢 肇事驾驶没有酒驾 错的原因是皮疗驾驶 还是道路设计有问题 警方人在理性当中 我没有 你别过来的 我没有